是跟媽媽吵架嗎 為什麼要放火 戴著安全帽 林姓嫌犯低著頭 被移送到臺北地檢署 因為他在三十一號凌晨 跑到宋山機場 國內線航廈外放火燒機車 凌晨一點多 林姓男子獨自到派出所投案 告訴警方 宋山機場深夜的那把火 就是他放的 原來他平時是在金門當木工 近期因為身體不適 回到板橋家中休養 原姓要在三十號晚間前往金門 但卻疑似和母親吵了一架 糞而離家 不只沒搭上飛機 還用打火機點燃塑膠杯 把機場清潔人員的機車當場燒毀 雖然火勢迅速被撲滅 沒有人員傷亡 但也讓宋山機場的危安問題 浮出檯面 當時林姓嫌犯點火燒機車的位置 一旁就有一個木造圍欄 而且這邊是民航局的辦公室 這邊則是國內線的航廈 若是火勢不慎延燒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宋山機場每天晚間十一點後 就不再開放人員進出 機場保全人員也下班 只仰來林姓警力 而縱火的位置距離捷運站出口 只有不到三十公尺 當時末班車也還沒過 再往內走 就是國內的貨運站和飛機跑道 由於事發地點 並不是在機場管制區 若嫌犯選在白天 來往旅客眾多時放火 燒毀的恐怕就不只是一輛機車 林姓嫌犯訊後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雖然這把火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宋山機場的危安問題也必須獲得更多重視 記者周天杰 陳玉璇台北報導